文明天象的鲍尔和M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居然出自同一个坦克项目 上世纪60年代两个研制方向极然相反的坦克大国 美国和西德来了个强强联合 他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想要打造出一款世界上最强大的坦克 连坦克样车都造出来了 但这种超豪华的坦克却没能走上量产 美国和西德分道扬镳 最终造出了各自的经典坦克 本期老亨特就来跟大家聊聊鲍尔和M1的前身 MBT-70超豪华主战坦克 60年代早期西方最先进的坦克是西德的鲍尼坦克 和美国的M60巴顿坦克 两款坦克都是为了反制苏联数量庞大的T-5455坦克而出现的 这时突然传来消息 苏联的下一代坦克T-62要来了 相比于T-5455 T-62将拥有更强的火力和防护性 美国和西德的坦克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于是如何应对苏联的装甲优势 成为了北约将领日思夜想的头等问题 反坦克武器和小型战术核弹自然是要开发的 但性能优良的主战坦克也不能落下 于是美国和西德决定强强联合 搞新一代的主战坦克 这便有了联合主战坦克计划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该计划的促成者 老亨特节目的常客 美国第八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玛拉 在他主导的美国军事的60年代 美国各军种的武器装备都在走向通用化 不仅如此 他还想通过美军内部武器的通用 进而实现北约各国武器的通用化 麦克纳玛拉认为 西德是北约日益重要的成员 联合开发将设计出更先进的武器 这些武器也可以被其他北约 其他成员国或北约以外的盟友使用 于是在1961年 麦克纳玛拉找到了西德国防部长施特劳斯 希望开始一项合作的主战坦克计划 其中施特劳斯并没答应麦克纳玛拉的想法 他建议美国直接购买他们的报衣 但在麦克纳玛拉的敦促下 西德还是在第二年 合集达成了共同开发坦克的协议 当时不少人认为 美国是看上了德国在坦克制造方面 深厚的底蕴 西德则是看上了美国鼓鼓的钱袋子 1963年项目开始 美国选择通用汽车公司作为主承包商 西德方面则由莱茵金属公司 亨士尔公司 克劳斯冯飞公司等多个军工大腕承包 1964年8月 双方成立了联合领导小组 4年2月 两国在5个设计方案中选出了3个方案 并开始了使车设计 美国设计的命名为MBT-70 西德命名为KPZ-70 本篇老亨特统一采用第一个称呼 在全部34套套件中 美国负责研制6套 西德研制18套 双方共同研制10套 到1966年 两国分别研制出两辆样车 直到这时 联合研制计划进展还算顺利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就要发生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不妨先看看 这个联合坦克计划设计出的 MBT-70有多强大 MBT-70坦克的许多设计 都超越了当时的科技水准 它使用一款先进的液气悬吊系统 使该坦克即使重达50吨 仍具有高速越野的能力 驾驶员可以操控这套悬吊系统上升或下降 下降最大幅度可将坦克底盘离地近10厘米 越野时则可以将坦克车底提高到离地71厘米 以保护坦克底盘 美国版本的坦克安装的是新开发的大陆 AVCR风冷V12柴油机可输出1470匹马力 德国版本最初使用的是与其类似的戴姆勒奔驰发动机 后改用了MTU公司设计的发动机可输出1500匹马力 两国版本的坦克都能跑到69公里的时速 而T62只能跑到48公里每小时 可以说是比苏联坦克遥遥领先了 视频的中间老亨特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你的一个赞和转发 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在这里老亨特祝您身体健康 好了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MBT70的主要装甲 是一种当时最新发展出来的尖系装甲 分布于车体以及炮塔前方的区域 这种尖系装甲由一层扎致硬化钢材和一层软性钢材组成 内外两层钢层间还有一层防波落衬层 且留有空隙 装甲对于抵御普通穿甲弹和反坦克高爆弹方面 有着较佳的效果 此外成员战斗士的四周 还装有一层15至20厘米的巨蚀板 用以阻止辐射 也就是说 MBT70坦克有抵挡电磁脉冲和核武器攻击的能力 MBT70坦克的火控系统也是相当先进的 它采用了稳向式火控系统 包括数字式弹道计算机 火炮双向稳定器 激光测距仪 自动装弹机 红外及微光叶苗装置 导弹制导装置等 这在60年代无疑是一套超豪华的配置 但两家早在研究项目出席 就存在着诸多分歧 美国和希德主要的分歧出现在武器系统方面 希德蓝金属公司想要用120毫米滑糖炮 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则坚持采用152毫米两用炮管 希德认为反坦克导弹飞行速度低 在制导过程中会限制坦克的机动 容易被敌方反击 导弹结构复杂可靠性低 在地形复杂的欧洲战场很容易丢失跟踪目标 而且反坦克导弹的价格是炮弹的20倍 成本太高 但我们知道此时美军正在搞导弹万能论 他们坚持使用152毫米XM150型两用炮管 这种炮管既可以发射普通穿甲弹和破甲弹 也可以发射MGM51型152毫米反坦克导弹 双方各执几件争执不下 项目一度陷入停滞 其实不只是主炮设计 美国和西德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目 因为美德双方的设计团队都想主导计划的进行方向 德国人认为自己在研制坦克方面更为擅长 而且这款坦克主要是在欧洲对付华约用的 所以最好按西德的标准来 而美国认为西德军事理念太落后 不懂得导弹这种武器是大势所需 而且自己作为最大的股东 联合坦克项目自然要按美国的标准来 争执归争执 双方也算各自造出了原型车 并于1968年开始全面试验 试验表明 MBT-70要比M60优秀得多 它拥有更强的机动性 以及比M60快三倍的加速能力 这些特性使MBT-70可以更轻易地避开敌火攻击 西德原型车在测试途中 炮塔的液压系统出现了故障 但观察员们仍被其性能所折服 并表示该坦克有望在1972年之前 取代联邦国防军所有的M48巴顿坦克 不过测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比如XM-150炮管性能不稳定 坦克重量严重超标 新技术运用过多导致操作复杂等 有观察员曾调侃到想要开这辆坦克 驾驶员至少要有技术学院的硕士学位 当然以上问题都是可以慢慢改良并解决的 只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那便是MBT-70的成本太高了 最初MBT-70项目的计划成本为8000万美元 但在1969年 该项目已经耗资3.03亿美元 仅西德的部分就耗资1.3亿美元 远远超过了项目的计划成本 成本过高加上设计理念的分歧无法解决 西德最终于1969年4月宣布 将削减对MBT-70坦克的购买 并开始独立研发新坦克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 也被陆军部的人说服 认为美国的设计是合理的 同时陆军一致认为 没有德国的合作 坦克项目发展会更好 于是在1970年1月 美国国防部终止了与西德的坦克合作关系 并致力于推进自己的设计 最终西德拿着技术成熟的120毫米滑膛炮 和改进版的MTU发动机 造出了北约最先进坦克保二 另一边西德退出计划后 疯涨的经费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注意 他们于1970年取消了MBT-70坦克 以及MBT-70廉价版的发展计划 并将经费移交给了XM1项目 该项目最终发展出了相当成功的M1艾布拉姆斯 主战坦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鲍尔和M1这两款西方最强坦克 也算是MBT-70绘图转生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片准备 b